大家好 今天来聊一下我们平时看首相 看掌文的时候 用左手还是右手 可能很多人会说 那不就是男左女右吗 自古以来的传统啊 就是这样的呀 首先说一点 这个首相不是中国特有的 印度阿拉伯欧洲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都有一所区别吧 比如说印度 认为 这个难得要用右手看 女的呢要用左手看 那中国刚好相反嘛 认为左边是为尊贵的 左为尊嘛 左青龙一百虎啊 对吧 青龙就是高亏的 那么印度呢 那么右边高亏嘛 他们现在还是用右手吃饭了 用左手是方便用的 这个没有说水对水错 因为这个理论的话呢 它有它的共通之处 当然这个具体的肯定是有差别的 那我们一般的人呢 是用左右手呢 我认为啊 左右按正常来讲 就左右都要去看 但通常来讲的话 那么主要的话是 比如说难得用哪只手呢 就是你你习惯于用哪只手就用哪只手 习惯 有的人可能是左撇字 那很自然的 用左手就可以了 一般的人呢 右手 比如说你 很多人都是用右手吧 对吧 国外的话呢 因为现在主流的 也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认为用你的罐用手 你平时用左手写字的 那就用左手 你平时用右手写字的 那就用右手 因为他们 这个从小就不会说 限制你用左手还是右手去写字嘛 这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中国应该绝大多数都是右手吧 但是没关系 你平时你的惯用的 或者说你用你的喜好吧 你自己喜好 为什么 就像抽签一样的 也是没有说 你应该摇几下 没有吧 都是摇一下也好 两下也好 无所谓的 这都很随机的 那么我认为 这也算是 这也算玄学的一种 没必要说特定男左女右 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现在男女平等了 说左边尊贵右边的要差一点 或者说右边尊贵左手差一点 因为男女平等的话 你没必要计较说一定左手右手 还是那句话 我认为这个惯用手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平时用是哪只手 就哪只手 对吧 因为首相也会改 最主要一点 这个首相会改变的 什么叫改变呢 比如说这个掌纹会变化的 并不是除非三条 这个什么天地人 就是什么神秘线 智慧线 什么感情线 这三条可能 一般来讲 不太容易变 其他的是信用 他会随着年龄增长 或者说有的时候 他会发生变化的 并不会说一成不变 你这个20岁和30岁的掌纹会一样吗 我相信绝对不一样 大家也有兴趣 这个没法去这个回忆吗 可以拍一下嘛 再过两年 再过几年 再来看看 我的这只手 有什么变化 对吧 因为你20岁30岁 你这个人再不会长大了吧 对吧 你掌纹的话呢 它会随时有点改变的 那么你平时哪只手的话 关于右手就用手为无所谓的 你平时就喜欢用左手的 那就用左手为主去看 那么具体的话 肯定要左右合参 左右合看 那么这种才是比较的 这个看得会具体一点 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有的人 现在很多人 还是用什么男左女右 我认为是没必要的 都行嘛 右手怎么了 右手不是你的手吗 左手就一定是 比如男的 右手就不能看到吗 右手把它多了吗 对吧 没必要 这个观念就是要转变转变 国际都 你看他们的理论也在变化 我们不能一层不变 印度的就一定准吗 没有这个说法 他们都在变化 我们也要改变自己的观念 难道你又怎么老思想了 有的时候是有的东西核心的 没必要去改变 但是这种左右 没必要强调什么 自古以来怎么怎么样 反正做看自己 用自己所喜欢的手就可以了 你认为我的左手漂亮 那就看用左手嘛 你们都认为我的右手手指好看 那就用右手嘛 这又什么的 反正都是你的嘛 又不是说别人的 这么一个意思 就讲到这里吧 个人的一个观念 不一定准确 我从来不认为我的是一定准确的 可能过几年之后 或者过一段时间 我也会推翻我自己的说法 这也很正常 不断在进步嘛